一个访试员他要去兼顾64个居托人员的状况 跟孩子的状况 你认为这样的个案比会不会太高呢? 按照这个数字来算 访试员一年至少要访试一到两百次 其实一到两百次你也知道说 数量多品质就一定会下降 而且在很短的访试的时间当中 他们其实很难去观察出一些蛛丝马迹 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去拯救到这些需要的小孩 已经在呼求外界给他一些救助的这些小孩 我们设证部门的所有局处长大家好 马上要进入我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保姆虐童案评传 去年发生了双北的凯凯案 让人家很心碎 当然也是人神共愤 但不久后的四月份 我们也发生了高雄的虐童案件 所以我就很好奇了 到底谁可以帮我们了解第一线 去关怀这些居托人员跟小孩子是不是安全 我相信访试员在中间 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看一下四月份这个案例 高雄的虐童案 这个小男孩他才五个月大而已 但是他却疑似是被踹啊踢啊 所以导致于产生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 像是他的脑就永久的损伤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保姆他其实是政府的合格保姆 而且有多年的托婴经验 如果说一个政府认证的合格保姆都可以发生这么严重的虐童案了 那么我们爸妈到底该信任谁 政府已经不可以相信了吗 还是我们政府在把关的时候是有一些漏洞的呢 那我们的访试员是不是可以从中来解决一些我们遇到的阻碍呢 我们看一下这三年的居托人员不当对待事件 总共有31案是调查属实的 但是在层出不前的虐童事件当中 谁可以是那双天使的手来阻止来及时的发现呢 就是我们的居家访试辅导员嘛 所以居家访试辅员我们也看到他的工作内容 他是第一线去接触孩子保姆 透过一些观察访谈了解这个孩子在这边 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安心 有没有其他的顾忌 他可以从第一时间的了解 从第一时间探访去观察这个孩子的所有的状况 可是我们看一下在痒痒这个案子当中 3月4号送托之后 3月27访试员前去访试了 但是没有多久后 4月10号连20天都不到 竟然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虐待事件 送进家户病房 在3月27号访试员前往访试的时候 没有察觉任何的异状吗 我们社会局这边有没有掌握 访试员有做报告吗 还是说社会局这边知道一些后续的访试结果 麻烦社会局长帮我答复一下好吗 就这个案子 请谢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谢议员 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居家托育中心 总共有六个区 然后四个团体在负责 好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先省略 我就问这个案子 事实上社会局对于居托中心的相关的一些访试 或者是一些的报告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都知道 因为在系统上都可以看得到 好那你看到了吗 没看到啊 那结果是什么 他们访试是没有异状吗 对当下没有异状 那我们可能是要加强一下这些访试员 可能要加强训练啦 你认为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是训练问题这么简单而已吗 还是你有没有你的观点 你认为说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来提早的方法 其实基本上这些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 都有做内部的讨论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因地制宜的职前训练 或者加强训后的一些相关的辅导机制 好辅导 然后我们也针对就是我们社会局的同仁 去基查拘托中心的时候是不预警 然后我们也定期召开联系会议 好除了你刚提到的训练辅导 还有我们社会局去基查以外啦 我认为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啦 是我们看双北游 因为他们发生了这个虐童案 所以卫福部它将访试频率 从一年四次提升到一年六次嘛 对不对 看起来这个数量是增加了 但是你数量增加 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只是流于形式而已啦 如果它数量增加 会不会反而这些访试员 它loading又变重了 重量不重值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因为我们看现在高雄的个案比 来局长1比64耶 一个访试员 他要去兼顾64个居托人员的状况 跟孩子的状况 你认为这样的个案比会不会太高呢 它这个部分是3083人的来算1比60 那其实有一些是未在职 就它没有提供服务 但它这个还是算在这1比60的名单里面 然后再来1比60的 你们这边有没有掌握确切的个案比 如果说剔除掉你说未在职的这些保姆的话 你这边的数字是个案比多少 这我请科长等会算一下 跟医人报告 来科长 没有他现在在算 好那你请坐好吗 你们算一下 来请坐没关系请坐 待会算出来再跟我讲一下这个答案 好好不好 那我们看咯 如果说我们不剔除这些未在职的保姆 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掌握到底谁 还挂牌谁 已经没有挂牌嘛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按照这个数字来算 访试员一年至少要访试1到200次 其实1到200次你也知道说 数量多品质就一定会下降 而且在很短的访试的时间当中 他们其实很难去观察出一些蛛丝马鸡 我们要提升这些次数 固然是利益良好 可是我们也不希望最后结果是 这些访试员打开门看一下 就关上门就离开了 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去拯救到 这些需要的小孩 已经在呼求 这个外界给他一些救助的这些小孩 所以呢 我也认为说我们一定要立刻来想办法下降一下我们个案的负担比 那还有薪资待遇要提升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社会举真的经费蛮吃紧的 因为小孩要照顾老人要照顾弱势也都要照顾 所以很辛苦没有错 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来增加一点预算的话 可以去提早的阻止一些孩子发生一些悲剧或憾事 这笔经费难道用的不划算吗 我们算了一下 个案比如果你可以从64个下降到50个 其实一年就增加600万 那如果说更低的话 个案比1比30的话 一年要增加2000多万 没有错 可是陈如我刚刚讲的 如果可以提早去阻止一些孩子被虐待 然后让爸妈心碎 造成一些社会的动荡跟不安 对保姆不信任 如果可以因为一些经费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那么这笔钱花的是完全值得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访试员的薪资其实不高 34K到39K是中央补助的 他们就这个补助的范围 再努力再优秀再细心 还是落在这个价格 除非说我们地方愿意再多补一点 或是他们机构愿意再多给他一点嘛 如果说这个保姆 可能真的表现很优秀 但是永远都加不了心的话 那难免会造成流动率高嘛 优秀的人因为薪水拿不到好的待遇 所以自然就会离开 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状况 那么以下四点是我的建议啦 针对杨阳案啊要提出一些防射流程跟检讨方案 还有其他三点你们就带回去待会自己看一下 来个安比算出来吗多少 我的时间暂停 来请谢局长回答 我们收拖的保姆大概是2525人 所以他的仿视比是58.72 也不低呢 58耶 这个在中央的话 他的比例是60 就中央的规范是60 这是第一个要跟议员说明 第二个就是那个居托员的仿视的薪资 这个部分事情 中央因为这个事情都有在想要再调整 所以中央正在演绎中 我们也一直都跟中央来讨论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被动的等中央啦 一些可能有机会一起开会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提出我们这边的地方的民情啦 跟议员们的看法 帮我们传达到中央去 我应该想说那个在养阳事件之后 其实局里面就已经赶快处理一些 我们在过去执行上 可能会有一些瑕疵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全面调查 然后就社会局本身自己全面调查 收出养的个案里面 目前的状况 然后也也做了一些的讨论 所以定出来日后相关的访试的话 就是社会局还有那个委办单位 以及那个居托中心 大家三方一起去访试 这样可以了解这个状况 每个人总是有盲点的时候 还可以看得到一些的改进 然后另外就是对于社工加强服务 跟居托人员的一个加强的训练 包括他在去看这些个案状况的时候 要看哪些部分 那个都必须要注意一下这些的一个相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强那个医师的专责的制度 就是跟卫生局合作 有哪些医师来参加我们那个幼儿的相关的这个部分服务 我们社会局来跟这医师来做讨论 大约上是这样 我们社会局务员的相关 我们社会局务员的相关